Hello 大家好 在双十二的时候 我买了一部4K的山寨摄录机 600元都不到 今天就准备试试这部机 另外还有两个配件 一个是UV镜 一个是港角镜 两个加起来50元都不用 但如果跟机买套餐 会贵多200多元 我自己分开来买 今次这部影片 我会分开两段来拍 首先拍一部FHD 1080 30格的画面 接着拍一部4K 24格的画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如果同一条片里面 有FHD和4K的话 要不就把FHD 硬强调到4K 再不就把4K的画面 压缩了 变成1080 两边都会有影响 所以不希望影响了画质 所以将画面分开两段来拍 整体的画面 色彩都挺鲜艳的 而这部机 亦都有一个数码变焦的效果 最高可以去到 这个16倍的数码变焦 这个画面就是用这个数码变焦 去到最大16倍的效果 好 将画面再拉回它 把花花草变焦 变焦到最大16倍的效果 再 zoom到最大16倍alu 看微距内 这朵花会变成如何 这个是万速拍摄的效果 这个小艇是用这个2倍的慢速来拍摄 有4倍和8倍的选择 同时我把相机放定了 所以看上去的画面就比较稳定 而相机也没有一个很强的防震效果 不像三轴云台 或者GoPro 7有自己的稳定效果 所以如果手持handheld的时候 画面会比较稳定 所以如果大家用这部机来拍摄 想画面比较好 最好用三脚架固定来拍摄 这个画面是在手持和走的时候拍摄的 所以画面是有点震的 如果用4K拍摄的时候 这个画面可能比较稳定 这个画面比较稳定 再试试zoom的效果 再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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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zoom 另外这部机在低光或黑暗的环境下 还有一个红外线的拍摄功能 开了红外线之后 可以在黑暗的环境之下拍摄 接下来的影片 就是开了红外线夜市 在一个黑暗的环境之下拍摄 这部山寨数码摄录机 做一个红外线夜市的功能 现在没有开红外线夜市 拍出来的画面就是这样 现在开了红外线夜市的功能 可以完全清楚看到我的样子 但是画面就变成了黑白 现在开了红外线夜市 看出来的画面就比较清楚很多 但是画面因为开了红外线夜市 就变成了黑白的画面 就变成了黑白的画面 现在开了红外线夜市 便是全HD1080的画面拍摄真实效果 好了